开箱咯 It's all star here 看看就是这个包裹 直接邮寄到我们家的门口 是Fedex邮过来的 签完字以后就签收了 开箱呢 iPhone的开箱应该很容易 很多 但是呢 这个是合约机 It's all here Welkom 我们还有一个 登登登登 打开 在里面 会有 Infinity的 一些广告 有意思吧 转到这家运营商以后呢 是可以 有 反线的 买这个手机的话 会反 250美元 所以相当于这个手机 买起来很划算 很重要的就是这张 激活的SIM卡 这是一张SIM卡 因为这是合约机 所以必须用 这个卡 才能激活这台手机 网上说呢 是这个 这个运营商 可以提供三个月的解锁 在 它的使用再往三个月以后 就可以解锁 这个卡针 粗质滥造 还有中国的卡针 还有中国的卡针 下面就是手机本体 下面还有一个盒子 这里面还写着 这个手机 当时在网上添表的时候 会告诉这个手机 是谁用的 它会写上一些 谁用的信息 背面就是 一些运营商的信息 还有卡的信息 不错不错 好 绿色 iPhone 11 64版 拆箱 哇 开始咯 这回呢 没有后面贴膜了 不知道为什么 只有前半部分有贴膜 嗯 还是很漂亮的 下面呢 是老样子 说明书 千年不变的5瓦充电器 耳机 数据线 lightning 数据线 好了 就是这些了 后续我会更新 这个手机的 激活和 如何解锁 好 现在贴完网上的信息以后呢 我们把卡拿出来 闯到 手机里 然后 开机 激活手机 噔噔噔噔噔 刚才忘说了 这个手机已经被我瞬间贴了一个门 这个手机膜呢 是XR的手机膜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手机膜还是稍微 有一点点的小 可能我贴的有点歪 然后 这个开机键哈 偏下 看看听筒和 承电口 哇哦 还有背面这个 两摄像头的 款式 哈 哈喽 第二个就是简体中文 可见 苹果对中国是多么的 爱啊 因为我正好在美国 所以我还是要选择在美国 如果你有运行 请自动手动设置 你看这个 继续 好 现在我的网络 好 选择网络以后呢 就可以进行激活了 暴露了我们家的密码 如果你在我们家附近的话 可以使用我的密码 这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激活 iPhone 老样子 上面呢 信号已经出来了 CMobile呢 嗯 他家用的是 我Risen的网络 所以理论上呢 网络也应该更好 啊 密码选项呢 我向来是用四位数的密码 啊 因为不管你是几位的密码 其实都一样 难道很麻烦 好 好 两次密码输入完成 应该就可以了 稍后设置 不使用 同意 继续 手动按住 继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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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共享 继续 浅色 标准 继续 自由切换 继续 快速防徽 哇 好 新安放 开始咯 因为呢 新安放 使用的是 看看这个运营商的标志 好 一会儿 我们再试一下它的信号如何 哈哈 真香 嗯 嗯 我们家的游箱里面出现了一封这样的来信 看来是Xfinity邮寄过来的 里面有什么呢 噔噔噔噔噔 就是这个 50块钱的Xinfinity Waysa卡 这是一个prepaid的卡 也就是这张卡可以在美国使用的 需要到一个网站去激活 那么激活的过程我这里就省略了 上这个网站以后输入这些信息 这张卡就激活了 嗯 地方里面还有一张卡 说明书 小心大家没有人回去读了 那么这张卡呢 是我买iPhone 回约机 转移Google voice的号码到这个账户以后 获得的这张卡 那么从官网的信息来看呢 应该返现是250刀 但是呢他现在只给了我50 我又详细的看了一下官网的信息 大概是他可能会多次寄给我卡 这样也合理 省着你一次性的激活250 然后就退出他的合约了 还是很不错的 今天我也花了一下这个卡 跟刷普通的卡没有什么区别 还需要输一个密码 还需要输一个密码 然后再给了一些密码 然后再给了一些密码 然后再给了一根 现在再给了一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